你好 今年年初 先買入長和 長和的主要業務 全部都是傳統產業 經營廣口 零售 基建 電送 石油等項目 以前傳統就是美 可惜 現在被科技行業徹底超越 吸引到 資金和人才中入 很少人 再會欣賞傳統行業 帶給我們的價值 長和的業績 在較低基數下顯示 以前長和 年度業績 介乎三百億左右 現在只能夠在二百億 它基本業績平穩 但是受實際的稅率所影響 特別是遞延稅項 因此帶來低雙位數的跌幅 甚至股息 也有所下調 我曾經思考 投資傳統行業 是不是已經過氣 我現在 只是投入了部分資金 在美股身上 涉及了科技七雄 可惜 長和 的身份地位 根本難以掌控 領先的科技企業 我仍然希望長線投資長和 在報表上 我特別注意到 中國的零售板塊明顯下滑 反映中國的經濟 出現極度疲弱的情況 這讓我特別審慎 投資中美股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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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